我想我們這次高雄的大陸 很多的市民朋友的心情跟我一樣 內心都非常的沉痛 對於我而言 我是覺得 深切的反省 我也不會迫避我們這個問題 今天主要是來國軍醫院探視三位的伴者 我們今天下午 這個獨立的行政調查小組就會成立 那是以外部的專家成員為主 我們的行政人員會來協助相關的調查 也會根據調查小組的部分 假如有任何的約詢或徵詢 都會請我們的同仁全力的來配合 那相關的在於行政管理 或者是在於執行業務 有碰到困難 是不是有所疏失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來追究責任 我們不會迫避責任 市長 那之前你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邀請台中市長不想他下台負責 那今天發生這個事的話 那市長有沒有要誰來下台負責 我想我們這次高雄的大 很多市民朋友的心情跟我一樣 內心都非常的沉痛 對於我而言 我是覺得 深切了感情 我也不會迫避我們 因為現階段 包括我們的疫情署有在調查 所以我也指示我們的朋友 務必要配合相關的這個 不管是火災的這個造勢的責任 或者是在處理上 這個是不是在剛剛總結到一些消防的一些 這個缺失或者是實況 這個部分都會來追究責任 市長請問相應問 現在陳中城他是16樓以下的這樣一個霸樓 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做這個公安申報 那像這樣子的霸樓 他還是前場推行 那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這個 我們會把所有的這些事項 納入這個檢討的一個的範圍裡面 不管是在制度面、法規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安檢等工作的一個過程上 然後這裡來做這個 好 謝謝 有些屋主層 我覺得說現在還有一些遺體還沒有認定 然後萬一成為屋主的屍體 那我們會不要出去 我來做個說明 因為我剛剛到了病障層 在一方面會問家屬 那一方面也瞭解整個 臥室的病障事理的一些安排跟協助 那現在是 大概有25位已經 執任 那有19位是有子 那有兩位 可能要用其他用DNA的這個方式來協助 來辨識 那因為事件發生突然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在成多層的這個屋 有很多都是這個屋 這個屋成屋的屋 那又屬於在我們現屋 或是有些年齒大的一些長輩 所以在職任上 相對來講會比較困難